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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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Kathy 轉眼間有去到下一個旅程 這次就是去台北 準備登機了 我真的很期待 我已經超過十多年沒有去過台灣 超級興奮 稍後再在機上再介紹給大家 今次乘坐長榮航空前往台北 機型為空中巴士A321 因為聯繫關係 今次經濟艙機票是$2500一位 飛機餐是時梭煙肉意粉配蜜茶 老實說是不好吃的 因為意粉真的煮不熟 太乾身 唯一好吃是這包小脆餅 所以就當田肚子算了 我們正式來到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首先第一件事 要來台灣遊客出的 由台灣金福器的抽獎活動 上網預先登記後 就可以來櫃位抽獎 抽到後 可以有$5000台幣的消費金 可以在郵遊卡或其他獎賞 我們選了郵遊卡 現在示範給大家看 首先打開電郵 然後有個KR Code抽獎 根據他的指示 開始 然後KR Code就展示給大家看 要按第一個 咦?金幣? 咦? 竟然這次失敗了 上網看說我策略是按第一個氣球出來 但這次轉了金幣 我沒有了 那怎麼辦 不如用你那個抽獎 隨便按吧 沒有啊 我們實測完畢 現在可能太多人中了 然後轉了金幣形式 但我們按極也是不中 我記得這個活動好像可以至二、五年 所以大家有機會可以試試試 我們現在出市區吧 今次乘坐桃園機場接運 前往台北車站 有兩條路線 普通車和直達車 建議大家坐直達車 中途只會停數個站 就到台北車站 另外建議大家可以購買郵遊卡 可以在車站直接買 功能跟百特通一樣 一拍就可以給車費、便利店、購物之類 Hello 大家好 我是Kathy 我們轉眼間已經來到台北五眼住宿 台北碧窯飯店位於中下復興和南京復興的兩個站中間 剛才大概要走五分鐘的路程才會來到這裡 為大家來一個room tour 門口一進來已經是直接看到床 然後你看到這個位置放了一個行李箱 是很大 你可以把行李箱放在這裡 是超級方便的 所以對於你會爆買或者很多東西的人來說 其實這個設計是不錯的 我現在進去講講廁所 鼻品都會有齊 有牙刷、牙膏、梳、梳跑、肉帽都會齊 裡面就是洗澡的地方 不過空間比較淺窄 我就不特地走進去 我後補一些畫面給大家看 它會有一些洗澡液、洗澡水、花灑、淋浴 都可以的 而且它這間的光量也算蠻充足 所以明天我可以在這裡化妝 這個位置有一個迷你的吧桌 這個光線很黃 所以應該不會在這裡工作 有一個衣櫃 給大家看看 我們遠處會見到很少很少的台北101 酒店會包含我們五天早上的早餐 這裡就是餐卷 用餐時間寫7點到10點 就是在一樓的餐廳 健身室、洗衣服的地方都有 現在就休息一會 收拾一下行李 晚點就會出去吃飯 我們稍後見 晚上來到新光三月百貨 算是台北最大人的商場之一 剛好有一棵17米高的雪白時光之樹 除了動畫燈光Show之外 還有飄雪環節十分浪漫 推介大家之後聖誕節來台北的話 都可以來打卡 晚餐快來吃頂泰豐 頂泰豐其實是由台灣起家 本身是做油行 後來轉型為餐廳和兼賣小籠包 也是我們今次好忌汰的食物 我們剛剛已經吃完我們在頂泰豐的晚餐 今天就一個點了四樣的食物 首先說蟹粉小籠包 湯汁真的蠻好吃的 它是有小籠包的味道 但就好像沒有蟹粉那種感覺 蟹粉溶了湯裡面 都是不過不失 然後就是蝦肉雲吞湯 隨便點 但它真的很好吃 它一來是有湯 原來它的皮又搓得蠻好吃的 比例也是好吃的 所以我都蠻推薦大家可以試一下 第三個就是淡淡麵 雙味之下跟香港的有些分別 因為香港的比較多湯 你覺得整碗都是淡淡麵 但這裡是沒有湯的 你覺得好像拌麵一樣 我想說是辣 但最後都是不辣的 最後一個就是蝦仁蛋炒飯 我轉了吃草米 草米我也不錯 它吃起來是粒粒分明 整個配搭都是合理的 好吃的 加上這個服務費 就是台幣869元 絕對是便宜過香港很多 都是港幣大概200多元 鬆一點 如果200多 我們有四個菜 然後兩碗吃 我覺得是非常合理的 最後一點就是 因為我們今天吃的 是在新光三月的分店 超級誇張 6.9左右拿票 它已經說要等100分鐘 我們走一輪街 買完東西之後 回到大概是8點多 已經剪了票 沒得再拿了 最後差不多是8點3才可以入座 真的要等了100分鐘 如果大家想來吃的話 真的要留意早一點來拿位 我們要回去做些休息洗澡 明天還有很豐富的行程 好 明天見 拜拜 各位早晨 現在大概11點 早餐就來到位於我們酒店附近 臨東方牛肉麵 我們好像也挺有名的 所以想過來試一試 跟我一起進來吧 牛肉麵是店鋪的招牌美食 有大小兩款的份量 建議大家選小碗就可以了 因為小碗的份量也不少 另外也有牛肚之類的小菜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點來吃 我們這碗牛肉麵等了大概5分鐘左右 就已經上到桌了 現在先試一下湯底 你會看到有少少油在上面 但是先試一下是怎樣 其實它也是一般牛肉的味道 但是有少少藥材味在裡面 我覺得也OK的 就是要中和牛肉味的那種很柔的感覺 現在先試一下麵 麵也是有那種硬硬的感覺 我覺得是好吃的 而且我們點了小碗 所以就不會那麼柔 最後再試牛肉 有雲尼的牛肉 嗯 很軟 它的牛肉是一咬就已經咬得開 它的味道也是很夠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應該會喜歡的 好 我們要繼續享受這個牛肉麵 我們就來到這個松山文蔡園區 也是我其中一個很想來的地方 好像有些文青的感覺 我們就周圍納納納納納 看看有什麼好看 再分享一下 首先來到Design Pin 設計點 這裡主要賣很有特色的裝飾產品 例如兔仔造型 紙製的燈 放在家裡的確是很特別的 這邊也有零食飲品出售 我覺得也值得來看看 也可以在這裡買些手信 然後我們經過位於圖書館外面的走廊 來到另一間店 主要是收賣相機膠卷 以及一些生活物品 多數以自然、木飾調為主 還有耳環之類的裝飾 第一集台北之類來到這裡 喜歡這段影片記得留言 讚好和訂閱我的頻道 下支影片見 拜拜